观众朋友 如果说中国农历新年的生销邮票 代表了一种中国文化的元素 那么每年在奥克兰市中心 AirPod公园举行的元宵灯会 更代表了一种传统的中国文化特色 自2001年开始 由新西兰亚洲基金会主办奥克兰市政府 协办的元宵灯会 每年都吸引了大批的新西兰人的前去观看 那么今年的元宵灯会 是从2月22号开始到24号结束 今年的组织情况怎么样 由哪些文艺团体前去演出呢 本台记者就专访了 所委会委员主舞台的总策划 太平洋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主席 何志云先生 各位观众你们好 我是先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好 我是新西兰太平洋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主席 何志云 也是今年元宵灯节的组委会的委员 今年的灯节等于是第14届 因为是从2000年开始举办的 那么主办单位是奥克兰市政府和新西兰亚洲基金会 那么太平洋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从第一届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负责主舞台的演出的安排 所以我等于是主舞台的一个策划人 那么今年灯节呢 是在2月22、23、24号晚上从5点钟开始到晚上差不多12点左右吧 在这个还是在这个市中心的Albert Park就是大学旁边那个公园 今年呢这个我们邀请了五个这个国内来的代表团来进行这个和当地演员结合在一起进行演出 一个呢是从这个北京来的叫万能旅社摇滚乐队 这个摇滚乐队呢很有特点 因为他们在国内呢 在一直在海外都很有名望 制作了很多这个新的这个CD盘呢 还有进行很多演出 另外一个就是四川歌舞剧 有一个天资国乐团 这个团呢相当于我们以前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是女子十二乐坊 这等于是四川版的女子十二乐坊 它主要的是以这个民乐为主 所以都是12位这个靓丽的这个美女来给我们进行这个民族乐器的这样演出 那么这个呢很有看点 就在讲了一个是年轻靓丽 另外一个它主要以民乐为主 同时还有一些歌唱啊 舞蹈啊和这个乐器结合起来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演出了 另外呢我们这次还特别注重一个叫民俗的这么一个活动 就是你比如我们请了这个北京的这个面 捏面人的一个演出团 那么我们知道面人呢在中国已经有六百年的历史 那么这个面人面人的最早是由这个这个明朝开始就已经有了的 那么呃在北京的一直传承下来 所以呢美京的庙会你可以看到捏面人的 那我们这次专门请了捏面人来给大家进行表演 特别是在这个摊位上可以买到他们捏到的面人 他们形形色色各色摆排 再有我们请了这个四川啊叫做功夫侦查表演团 那么就是啊因为我们这就要去过四川这个这个呃 四川成都的话大家可以到那个喝茶的时候 可以看到那种打的茶壶 两一两米的那种茶嘴 那个壶嘴来进行侦查的那种功夫表演 那么这个功夫表演呢实际上我们在几年以前已经也有来请过 那么这次呢又请过来 这给大家进行在舞台上和在下面都要进行表演 另外呢还请到了上海的这个杂技团 来给大家进行这个进行杂技表演演出 那么上海杂技团也是在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具有这个影响力 而且记忆很搞的这个呃杂技团来进行表演 还有呢就是呃组委会呢这回进了又进了大概四千多盏新的灯笼 主要和十二年有关的这个灯笼 那么这个灯笼呢就是将会加上原来的一些灯笼 估计可能有六千到八千盏灯笼呢在这个呃 在奥克兰这个这个这个艾伯帕进行展出 这样的话呢就说能够增加这个晚上这个六点八点钟以后的这个呃呃 气氛因为呃和属性啊以及这种故事情节的灯笼 这次增加了很多这样和大家在这个欣赏这个灯的同时还可以欣赏的一些历史和这个文学方面的东西在里面啊 另外呢我们今年还有这个呃这个增笼制作比赛 就是通过学中学生来进行制作灯笼 然后呢在二十四号的晚上的时候揭晓哪一个这个灯笼的制作成为这个呃冠军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呃加强这个我们和孩子们的那种参与和这个交流这样的一个活动 啊那么今年呢我们呃呃不单单是在这个阿博尔帕有这个演出 同时呢我们在另外几个点你比如说在这个市中心有一个叫呃这个这个有一个这个奥克兰的这个市呃博物馆 那就是呃图书馆门口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每天有两个小时的演出 从二月的这个呃从二月的这个这个呃从二月的这个这个十四号开始到二十四号一共大概十二天十一天的样子 每天有两个小时演出 同时另外呢在一家叫在一条街叫Folby Street也有两个小时的演出 呃那是从下午两点到四点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我们通过不同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演出来加强这个中国登节的这个印象 中国登节的文化那么这次呢这个呃演出的这个这个主舞台呢除了我们请了五个国内来的这个呃艺术家代表团给我们演出以外 同时我们还有像每年一样组织了呃大批的这个当地的华人的表演表演团或者个人来进行演出 那么这些人的这个这些这个团体的演出的也参加了我们很多次在华人在这个新西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演出 你比如说我们有将会有京剧啊有舞蹈啊啊有这个歌唱啊还有乐器等等呃另外一个看点呢我觉得应该提一下呢就是说这次专门排安排了一些这个这个当地的这个呃 呃音乐的艺术家做成这种流动型的这个这个这个音乐师在散布在就是散布在这个呃就是散布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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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这个阿伯特帕克里头这样的话呢就是每一个人以个人为单位来进行演出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乐器 比如说像二胡啊杨琴啊呃琵啊呃琵啊呀还有这个这个鼻子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这样的话呢可以教有些有些这个观众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现场交流呃比如说这个这个教他们怎么去弹的啊另外让他们点曲子来进行歌唱呃进行这个表演 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卡拉OK这个表演台就是说呢有些人比较喜欢愿意自己唱的话那可以上台呃呃唱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 还有呢就是一个中国功夫的表演台那么中国功夫表演台也是来通过这种交流的形式来这个教大家怎么去比如说打太极啊或中国功夫同时有一些这种高难度的这些表演 那从这个摊位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在Princess Street整个那条街是这个食品街那么这次呢也是集中了都是这些这个呃中国的这些食品啊 所以相信大家在玩的这个饿了渴了的时候呢可以到这条街里去选择自己喜欢吃的这个亚洲食品 那么在这个公园当中心呢还设有像中国书法呀中国绘画呀还有中国剪纸啊 以及这个这个呃手工艺品的这样的这样的装柜可以大家可以买到灯笼啊买到其他这些呃这个剪纸的啊这些东西呢还有这个说有这个叫做算命 那么给大家算一算在新的十年当中你会有没有好有没有好运啊 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会呃联合在一起 另外呢这次呢还把呃就是奥韩这个艺术馆就奥韩兰art gallery也扩在扩包括在这个登节当中了 所以大家可以到这个奥韩兰art gallery去观看比如说像电影啊 因为也也选择了几部这个中国功夫电影在里边进行放映 同时还有一些和中国相关的这些呃展览你比如说中国书画展也在里面进行也在里面这个这个呃进行展览 所以这样的话呃整个这个范围不单单是apple park的 同时还有呃这个呃这个什么中呃奥韩兰这个艺术馆 还有奥韩兰大学部分的一部分也在里面 观众朋友中国农历新年的生销邮票以及每年在元宵节所举办的元宵灯会呢 都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一种很好体现 也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海外的华人呢能够感到浓浓的乡情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和世界主要城市 明天的天气情况 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奥克兰多云17到25度 Rotorora多云12到25度 惠林顿多云16到21度 基督城 基督城 琴12到29度 淡尼丁多云11到27度 横厚镇多云8到23度 岛屿 岛屿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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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林顿了 海洋宾 岛屿宾 岛屿湾 岛屿湾 勝都 桜厚镇湿 岛屿湾 地湿湾 庇宾 雿湾 高峰湾 雿湿湾 亚国 大陸湾 伦敦多云零到二度 巴黎一零到三度 柏林雪零下七到零下四度 莫斯科一零下十八到零下十二度 北京一零下十一到三度 广州多云十四到二十二度 上海多云三到八度 香港雨十九到二十度 台北雨十四到十八度 东京多云三到十度 首尔雪零下三到六度 新加坡雷震雨二十四到三十度 吉隆坡雷震雨二十三到三十三度 曼谷多云二十五到三十六度 奥克兰多云十七到二十五度 向阳坊西点面包连锁店 每天为您制作各款新鲜美味精致的蛋糕面包 提供时尚的结婚婚宴蛋糕 样式精美款是多 请请您各分店订购 您们好 我是德拉米尔 这是我的客户 在现场一家 皮亚在二零零三年 比移民局退签 TDI一直帮我争取 虽然全家的移民之路 困难重重比较艰辛 但是在德拉米尔 TDA团队的帮助下 我们终于在五年之后 拿到了皮亚 TDA去继续帮得 请来 TDA